小屋又洗澡了 现在头上长了好多遗管 很快长风光来了 会不会游一游跳下来 游一个 下去游一个 带我手上来洗 哇好凉快 这井水特别凉 赶紧洗人家要淋菜了 小屋现在开始大换毛了 看这头快凸了 这里有车前草的种子 小屋喜欢吃这个 之前看到它吃 还有 它特别喜欢吃这个 跑了 帮邻居做菜虫 看下哪里有菜虫 找虫子 带你来做虫子的呢 刚刚看到它做了一只小蝗虫吃了 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 这些蝗虫突然就变少了 它找一些小蜘蛛来吃 这些泥缝里面有一些小蜘蛛 它用嘴巴撑开那些泥缝 找小蜘蛛吃 我还找到一条大虫子 不是大虫子 好像是蝗虫 一只蝗虫 我还以为是大虫子 都说八哥是杂质性 但是每一只八哥的胃口都不一样 有些八哥它还比较挑食 不吃这样不吃那样 就得看鸟 像小屋它就不吃蝗虫 就很奇怪 我喜欢做一些小蜘蛛吃 这红薯叶这里有发现一条虫子 看它吃不吃这个 像个杆子一样 那要不要 这个应该吃 这种软的 它喜欢吃软的 这个红薯地这里有 去吃着找 走 眼睛睁大一点 好像找到了 看它找虫子很验尘 小屋 有两只东西在祸害刀骨 吃了它 这是今年第二季的大骨 今年以水多 长得好快 很快又可以收割了 空心菜地这里 发现一只尖头的蝗虫 没多大 来 又给你捉到一只蝗虫 这种蝗虫好像是辣的 很多小鸟都不喜欢吃 它还吃了 这家伙还重口味 吃饱喝足了 咱们就回去了 好